新一轮病毒来袭,成为本季高发病,亲吻孩子会传染。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手足口病和泡疹性咽下炎的高发期。 但由于手足口病是法定传染病,一旦幼稚园或学校出现集体发病情况,就常常会让班级停课甚至关闭整个幼稚园,所以家长对他了解越来越多,而对于泡疹性咽下炎是什么,就有些陌生了。 大人不要亲吻孩子的手和嘴,甚至不能对住孩子喘气,得了以后高烧40度都不退。 最近,一个有关泡疹性咽下炎的消息在朋友圈里疯狂传播。 真的有这么可怕吗?不可否认,现在正式进入了泡疹性咽下炎的高发季节。 但他并不是新一轮病毒感染,而真实的情况,也绝不像这则消息一样令人贴心吊胆。 他看似可怕,但正确应对,孩子完全可以自愈。 泡疹性咽下炎,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医生介绍,泡疹性咽下炎和手足口病,都是同一类肠道病毒,和萨奇病毒造成的。 虽然是由同一类病毒引起,两个病症状也有些相似,都会在口腔里看到泡疹溃疡。 是下秋季,的高发病,常见于,一至七岁,的儿童,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一,潜伏性。 他会在孩子体内潜伏,两至四天,以至于在发病前几乎没有任何症状。 但他一旦发病,就会呈现突然的高热。 但这个高热一般在38度左右,谣言中所说40度都不退,有些夸张了。 二,传染性。 这种病毒具有高传染性,它通过粪、口或呼吸道等管道传染,而且传染速度很快。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全教授表示,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亲吻一般不会传染该病,因为家长很少的这种病,并不像传闻中说的那么让人恐慌。 反而是孩子之间的传染才更值得令人警惕。 在早交班、幼稚园等孩子多的地方,很容易成群的中招。 主要表现。 在发病初期,他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突然的高热和艳不红肿。 而这很容易就误会为感冒、咽炎或其他炎症引起的疾病。 后期泡症性咽下炎的症状会愈发明显,表现为,咽喉疼痛、口腔、咽部出现水泡,进而形成溃疡。 这时孩子就会出现巨石、哭闹的现象。 如何战胜炎症性咽下炎? 泡症性咽下炎是一种自信性疾病,大部分孩子在一个星期内会治愈。 目前,并无特效药,所以一般我们会采用对症治疗。 1. 降温 先积极地采用物理退烧的方法,比如用温湿的毛巾,为孩子擦擦身体、液窝等。 当孩子发烧至38.5度以上,且,精神状态为米。 10. 要服用 退烧药 2. 喝水 生病后孩子嗓嗓子疼不爱喝水,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地控孩子补充水分。 比如给孩子喝一些鲜榨蔬果汁,不仅补充了一些维生素,也有助于补水、排尿,进而带走一些热量。 3. 饮食 孩子厌不溃疡、疼痛,所以我们要准备柔软但有营养的流失,比如粥、牛奶等,方便孩子吞咽。 4. 但需注意,不要太热、温凉一点,孩子喉咙会比较舒服。 4. 就医 强烈建议,可以由家中大人提前挂号,不要带助孩子一直在医院内久等。 5. 因为医院里,常有孩子的哭声、喧闹声,又到处都是病菌,不仅影响孩子休息,还可能造成交叉感染。 5. 但孩子如果总是高烧不退,或者什么也吃不下,建议及时就医,寻求帮助。 5. 消毒 5. 消毒 这个病毒,会通过粪口传染,所以在处理完孩子的分辨后,一定要注意消毒、洗手,尤其是加油雅宝的家庭。 6. 最好隔离看护,避免传染。内容未完结,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 除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是病毒引起的疾病,一般情况下,别随便给孩子乱吃抗生素。 6. 提前预防 勤洗手 无论是在家还是幼稚园,帮助孩子养成勤洗手的习惯,非常有益。 7. 饭前便后勤洗手,也就有效地阻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不知可以减少多少病毒的骚扰。 7. 接种疫苗 由于引发炮症性腌下炎的病毒种类繁多,因此并未有一种疫苗,可以完全地预防。 但,6个月到5岁的孩子,可以进行提前接种,1例71疫苗,它针对1例71病毒,从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作用。 7. 少去人多有绿色的环境。 8. 在病毒肆虐的高发时期,尽量避免带孩子到封闭,人流多的环境中长时间逗留。 9. 空气流通性差,就容易导致病毒的交叉传染。 9. 小编说。 9. 泡疹性腌下炎一般会持续5-7天,而每一天都是对孩子和父母的双重折磨。 9. 泡疹性腌下炎并没有谣言中那么可怕,妈妈们千万不要慌乱。 9. 毕竟,我们的镇定,才会带给全家战胜疾病的信心。 9. ез